孔雀也喜歡吃 鳥也喜歡吃 因為昨天下雨又掉了很多新鮮的果子出來 哈嘍 大家好 我是小一兔 今天是2021年的9月13號 今天下午就要離開這美麗的加勒比海了 這是我的最後一頓午餐 天天在這裡吃沙拉海鮮 還有它的蔬菜餅對新鮮果汁 我的手已經被咬得不行了 我的腳也是 所以這裡最大的弊端就是 但是我沒辦法抵看這裡的蚊蟲 天色也有點變了 好像又有狂風暴雨了 是離開的時候了 吃飯 在進島之前就用WhatsApp跟他聯繫的 包括溝通船啊 住宿啊 還有所有的活動都是他在幫我預定 尤其是船隻 我問過其他hostel的 都從中給我提高了價格 他給的就是實在的價格 包括這邊的一些活動 也是給的實在的價格 所以特別喜歡待在這裡 還有一位粉紅頭髮的owner 女老闆 但是他今天不在 也非常非常的關心每一個 他們的住客在這裡的一些體驗 就很能注意到你 比如說你房間進水了啊 會馬上叫人去打掃 還有你為什麼會戴亮衣服 需不需要幫忙 明天天氣怎麼樣 如果要去問他 他們都會有好的給你解答 可以描述這個地方 或什麼 我已經介紹了所有的宿船 在我的影片 我只是想介紹你 什麼樣的女孩 你喜歡英文嗎 好 好 在英文 好 好 準備好了嗎 啊 整個都準備好了嗎 但你做了剪 好 我的名字是Andres 她是Dani 超級好 她旅行 旅行 我們很喜歡她 在所有的介紹 我希望你 你 好朋友 Dani 請給我 好感情 我需要好感情 我需要好感情 因為我已經等了 很久 在這個島上 沒有女孩 真的 真的嗎 我需要 我需要 紅色的 她說法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 我需要 如果你可以 請你 把你的 能力 送我好感情 所以我能 終於 找到我的 紅色的 英文 那會很棒 謝謝 我正在等待 你的酒店 什麼名字 這個酒店 名字是 Amaqueru 我們正在中間 中間 沒有 草莓 和水 這就是他們的酒店 看看 這裡就是 浮潛 很美麗 很美麗的 珊瑚群 這裡還可以進行水費潛水 還可以看日落 超級超級棒的位置 這是他們的所有的浮潛設備 都是免費租用的 還有這麼好的 Andles And thank you for the advice Thank you for the advice 我們下一站 去哪裡呢 帶著我的新裝 走了 我們剛剛跟他們 打著招呼他們說 我的家庭好重 我的家庭好重 非常像武器 好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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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我好捨不得 這裡 哇 好捨不得 太捨不得了 不知道有些人還會不會回來 然後不是一個人 那一個人也挺好的 太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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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人也挺好 很高 太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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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我刚刚给大家赏过的那一台 白色的拱行的那间银 那是巴布拉·埃斯科巴尔在罗萨里要群岛上的豪华居住 但是还没有建成他的出世 现在听起来 但我也有说非常豪华 做到非常精明 各种娱乐式的场地 应有尽有 哇 这一个红枭真是富甲一方 而且他的势力现在还残存在各个角落 所以没有人心甘去懂他 感谢观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一兔 今天是2021年的9月14号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的一个联合国历史文化遗产城市 卡塔佳娜 昨天我已经从加勒比海最美丽的山胡椒群岛之一 罗萨你要群岛回来 但是没有赶上去我下一个目的地的公车 现在我就在距离市中心2.5公里左右的 马索这一个站台去到Santa Marta 在卡塔佳娜有很多很多汽车站 每个车站都有定线方向的班车 这里就是到巴拉奇亚 Santa Marta 这三个地方的公车 他们的公车是这种小吧 还是奔驰的 从港口坐出租车到这里要15000笔锁 27块钱 但是从老城过来只要1万笔锁 也就是17块钱左右 差了整整10块钱 但仅仅只是一接之隔 所以大家就明白在浦东城区打车所在 重要的公交旅游上下站点打车的价格差了 来了这个马索去车站以后 就进来在这个售票口买票 这就是车票了 早上费早6点 最晚下午4点 每隔两个小时一班车 我错过了8点的 我到的时候已8点18分了 因为我实在不想错过 我住的地方的早餐太好吃了 但是他45分钟才给我弄好我的一份早餐 所以就错过了8点钟的 我现在就要赶10点钟的车 过去大概4到5个小时 价格是7万笔锁 122元人民币左右 不便宜吗 感觉各能比亚的物价有高有低 这是他们的一个简易后车棚 但是服务非常非常的好 我出租车到门口 他们就进来帮我提行李 一直提到边上 告诉我怎么买票 里面还有英文的客服人员 昨天我到这里太晚了 没有车 他们也是帮我拦了辆车 帮我把行李提上去 现在又回到了埃及 不是埃及 埃及给你做这种服务 都是要小费的 我好像又回到了墨西哥公社的服务质量 看一下他们这一个公共巴士 还真的有点像私人包车的质量呢 所以4到5个小时 这样子的车矿 我觉得配上这样的价钱和服务 也还是物有所值的 对面就是Catahena的加勒比海 Catahena的海比起坎坤 差得太远太远太远了 没有大海的感觉 而且这个海水也不是很干净 沙滩也不舒服 它最靓丽的地方 还是在它被列为联合国 历史保护城市的那两个古城 去感受西班牙殖民者三四百年前的建造艺术和审美观 必须要去到群岛才能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加勒比海天堂海水 然后我又遇到了棘手的事情 我好像感染了 也不是感染 沾染了 南美洲盛行的Beadbox 床狮 我之前不知道南美如此盛行狮子 床上的狮子 即使在看上去条件很好的公寓 或者Airbnb内 不只是在清旅 也许清旅反而还都没有 在我到达麦德林的第二天 也就是我到达哥伦比亚的第二天 第三天我就感觉身上有点不对劲了 尤其是脚上 取了很多红点红肿的斑块 习惹难忍 而且我又很喜欢抓 抓破以后就继续恶化 我以为是蚊子 但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身上的范围越来越大 而且已经蔓延到我的上班身了 我才发现不对劲 我就去查相关的资料 啊 结果一查下来才知道 很多旅行者都中过招 这是南美很盛行的一种 怎么说呢 跳蚤吧 即使在智利 在秘鲁 带好的酒店 也可能会有 有一位旅行者就是在智利 最后一站南美的国家 还算一个比较高档的公寓内 沾染上的 之前他在哥伦比亚秘鲁 住清旅都没有 结果到了 他觉得很高大上的智利 住了还算不差的一家公寓以后 就沾染上了 我希望我不是 不然就会很麻烦 哎呀 不知道 昨天看了床师相关的一些图片和介绍以后 我就浑身起哆嗦 因为那一位中国同胞 沾染后 他是这么说的 在南美 沾染上床师 跟丢護照和被抢劫是一样的感受 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我今天不管我是不是沾染了床师 我到了Santa Marta以后 我就要把所有的衣物全部洗一遍 因为我在那边还会待很长一段时间 会把我的箱子拿出去曝晒一下 希望有大太阳 昨晚也请教了我在麦德林街市的两位朋友 一位是医生 我也有很丰富的旅行经验 他们两个都给我提供了相关的药物建议 在哥伦比亚药房可以买到的 所以今天我还要去买各种喷雾 药膏甚至药片 看看怎么样吧 我身上的肿块就不给你们看了 太圣人了 希望不是床师 希望不是 大家到南美旅行 一定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是非常盛行的一种现象 并不是因为我怎么怎么不注意才占染上的 所以一定要带好床室的喷雾 酒精喷雾到任何地方 包括朋友家住宿 都要用酒精和床室喷雾 喷洒完整个床铺 还要被栽上去水 以防万一 我的箱子真的是太重了 我要迷远 准备出发了9点半了 行李上车了 待会就坐这辆车 谢谢 来看看 这个车 那我坐这里吧 这车上的条件不错 很干净 很舒服 这个椅子我坐着也超级舒服 230公里 出发